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们是昆英四子 大家好 我是Katu Bufan 我是队长月月 我是林超 大家好 我是牧子洋 大家好 我是晓妮 刚刚加入我们的队伍 他们一脸嫌弃的表情 你确定你和他们是一个团队的吗 好了 我跟他们连一个时代都不是好吗 但是我相信虽然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班级不同的学校 但是有很多故事 其实在校园当中的故事是共通的 来 接下来请四位抱抱料 自己印象最深的 关于老师 比如说独门秘籍 老师给你们的专专教会 老师的口头禅之类的 那我就先说吧 其实我对这个感触颇多 因为我小时候是一个学习不太好的学生 不像老月也学习那么好 其实非常羡慕老月这种学习特别好的 所以我也有一颗想学习特别好的心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发现了一件很美妙的事情 就是走进科学之窗户背后的一张脸 就是后门窗户上永远有一双 对我们也是有的 尤其是像我们个子比较高的都坐在后排 然后经常老师会看到 对对对但是我 因为我想学习好 所以当我特别认真去学习的时候 就是特别认真 然后老师回答问题 就会不会都举手回答 然后各种写什么 但是老师从来没有在后面看到过 但只要是我一睡觉 然后一和同桌打闹 那个眼睛就 老师就时时刻刻出现了 对对对就直接出现了 我觉得这是老师的一个特异功能 这很厉害 这是老师在督促你 要时时刻刻都认真学习 不能睡觉 对对对 这样的眼神大家熟悉吗 熟悉 你们学校也都有这样的老师是吗 那这种眼神应该是陪伴我们一生的 其实他真的是对我们莫大的鞭策 无论你做什么 你工作了毕业了 都希望永远记得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你 所以要快马加鞭好好地努力 但是你知道那双眼睛是有力量的 那其中是有温暖和关爱的 我们再来听听其他的队员有什么样的分享 我先说我小学的时候学习的特别好 你为什么说的时候一定要看他一下 就是因为我就是刚上班会的时候 然后小学班主任就对我们说 你们上课的时候一定要专心听讲 要不我会从你们眼神里面 看出你们心里面在想什么就是读心书 好恐怖 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 所以就是相信了这个事就一直到 相信了六年 所以就小学的时候六年学习得特别好 到后面后知后觉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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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一看你这双纯真的大眼睛 就能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是吗 对 所以就小学的时候 那大家看看他的眼睛 你们猜猜他现在心里在想什么 想谁 想你 好的 说对了 接下来 我还是会好好学习的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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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其实我是一名理科生 然后我的文科并不是那么好 尤其是地理 所以我的地理老师老会跟我说 说小月你简直是天理地理都难容 对 然后就是我有的时候考试的时候 如果我没有想起来这个问题呢 然后我就会就是歪一下眼睛或者怎么样 然后我的地理老师会说小月我希望你脑内的角度不要超过黄翅脚脚 对 嗯 所以今天我们给小月也准备了几道地理题 请看大屏幕 啊 你们还信呢 开玩笑呢 他逗你们呢 笑死了 来最后一位 对 那我的老师就是在我身高上付出了很多 身高上 对还有身体上 对因为他总是会说不烦你搬到前面过来 对 然后我是最后一排 他每次都让我摆到最前排 然后就在前后排来回转换 对 谢谢老师给我多多很多的锻炼 学习成绩呢 学习成绩位列之后嘛 从没有 从来没有上去过 没关系 现在加油还来得及 对对对 不管怎么样 不管是在什么样的课堂 什么样的领域都希望这四个年轻人 能够拿出自己的实力 交出一份漂亮的成绩单 好不好 你们也是啊 可是我在想其实喜欢他们音乐的人 应该其实可以从他们的音乐当中汲取到力量 没错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们也是我们的老师 对不对 嗯 接下来我们的四位帅气的大男孩要做一番互动了 就是要送一份礼物给我们的所有网友 你们要抽取90位幸运网友 这一轮呢 网友将关注春晚公众号参与腾讯联合开发的晒一晒我的校服找互动 接下来四位准备好了吗 嗯 考验你们默契的时候到了 四位 我说开始 看看你们能不能同时喊停 好不好 来准备好了吗 好 开始 停 好 恭喜我们的90位幸运网友 当然也谢谢我们的四位帅气的小伙子 双号呢他们也将在五四晚会上为大家带来精彩演唱 你们期待吗 期待 我们一块儿和他们加加油好不好 欢迎四子加油 好 谢谢各位 这会儿见 谢谢 他们真的好默契 3 2 1 停 好 谢谢 谢谢 哇 今天的气氛真的太棒了 今天的气氛真的太棒了